现在还在自己赶快做 不要在发生的时候一铺五六 新北市中科区公所在107年导入企业防灾概念 先后与维新科技、微钢科技等公司 签署防灾合作备忘录后 持续推广企业防灾 选在远东世纪广场 办理企业防灾推广讲座 以提升公司行号面对灾害的韧性 强化对灾害的预测、减灾、整备及应变能力 这样的一个企业防灾的推广的讲座 我相信这也是台湾在整个区里面 办理的第一场、第一次 那特别是这一次的讲座推动 非常感谢我们远东世纪广场 我们的主委、我们的管理委员会 还有很多的厂商 应力来参与然后来投入 针对企业防灾 中科区公所说明区籍企业防灾计划推动 并且邀请威钢科技公司分享近两年 与市府及公所签订企业防灾 MOU合作经验座谈 透过实务的经验分享 带动更多公司行号加入企业防灾行列 在我们园区里面也都有做消防演练 那其实这一次正式在启动就是企业防灾 如何让我们企业能够受到更好的一些更好的回馈 还有一些能够能够让我们自己怎么去救灾 然后又救自己又救到别人 那以这些来讲对我们来讲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 另外公所强调企业防灾也包含防疫 尤其最近桃源传出医院感染新冠病毒的案例 公司行号更要加强内部控管杜绝病毒入侵机会 防灾防疫做得好企业更能永续经营 记者林立如吴志恒新北报道